比赛开始了 您现在收看到是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中山联赛第八轮 武汉队对阵河北队的比赛直播 本场比赛是由徐扬指导和孙宇轩带来几说评述的 河北队拿球 丁海峰 塞纳斯一脚长传球 看速度 门将已经出来了 王志峰 王志峰在这个阶段后半段开始顶替了董春雨的首发位置 有不错的表现 也扑出过点球 杨布宇 想直接摆给队友 没做好 现在来看 卡里索是在中场 稍微居左的位置 田一龙是居中 浩俊敏是在右 叶崇秋 还有廖军剑以及杨布宇组成了三中位的体系 两边是 右边是方浩 左边是赵洪略 这就上抢的是方浩 方浩也是一个很有冲劲的年轻队员 在边路 他的无球侧动 也是非常不错的 以前的话可能只有李航能把球传过来 但现在有浩俊敏在 他的无球现在会成为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环境 在赛前呢 徐导也和大家介绍过 这场比赛对于河北的来说 只要不输球 就能够保住争冠组的名额 那如果要输给武汉的话 就要看看另外一场国安队身花的情况了 武汉队赢了之后呢 包袱肯定是小了很多 但是今天依然是在前场派出了自己的双外员主力组合 也没有留后手 北深靠一下 罗贝斯 左边路 赵宏烈上去了 其实田一农和叶重秋啊 如果两个人都在中场中路活动的话 他们是我心目当中 应该说国内最好的本土啊 拦截型后腰组合 就这两个人往中间那么一堵 你想过去也很困难 但是这个后腰 现在对后腰这种要求啊 不单单是只有防守 对 尤其是由手转弓这一下 两个后腰他要起到决定性的速度 尤其后腰他是中前场 整个球队一个进攻的这个 一个侧动者 一个思想者 没错 所以在中场呢 你由手转弓的时候需要出球 出球的话 这两个球员可能不是最擅长的 但是现在球队有浩俊敏在 对 他有大范围的活动 和非常精妙的一脚出球 另外卡利索呢 他其实打后卫出身 但是他现在这种跑动 以及他回追的速度 这可能也确实是 让球队在防守段 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 出现一些问题 没错 所以今天把这个卡利索 放到这个中场 他的出球能力 以及他跟外援之间那种衔接 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 方浩漂亮的摆脱 这样的话左边空了 张宏略已经上来 球位到 单对单 面对崔林 直接传到内部 再度撞枪配合 这球意图太明显 被和外队识破 李鸿博推反击 这个场地还是有点滑 球被断下来 比赛开始 现在只有四分钟 场地的草皮 已经出现了很多的 这个方块了 大脚球 所以这个要求球员 要尽快地适应场地的这种条件 斜线的长传 给这个提前量还不错 拼速度 观察中间的位置 看看胡仁天 单对单 加油 加油 丁海峰也上来 他是有传中的 好球啊 也打到门前 双拳打出去 但是门将也倒地了 冲撞什么员犯规 这个球传的落点还是不错 尹鸿博这个踢球 他这个风格还是 跟其他一些中场球员不大一样 他非常聪明 而且他是用自己的这种传球 来把球队的前场联系起来 另外你看王秋明 这也是新进的果角 没错 王秋明这个赛季 确实是被金中夫真的用活了 以往的时候 王秋明当年是在国奥 那93年国奥那批球员 他其实是出任前腰这个位置 但是来到河北队之后 他是在后腰这个区域也可以打 所以他现在中路前后腰 以及边前位 他都比较适应 金中夫对他的使用 确实是很聪明 他原来在天津清炫的时候 像您说的 国字号是打前腰 他现在经常会后插上去参与进步 这点挖掘得很好 而且这个赛季场均有1.9次抢钻 是中超高居第10位的 对抗呢 也慢慢的能上来 所以现在新一届国家队的这个名单的公布 我觉得也是根据球员 最近在联赛当中 他的状态 是这样 这些球员是新进加入了李铁指导的国家队 像郭田宇啊 徐新啊 王秋明啊 这些球员 火仁天来去一脚出球 丁海峰 今天武汉队对丁海峰这一侧的盯防会比较严 要去严防他的助攻 尹洪博很聪明的回撤来拿球 金中复给尹洪博啊 在中前场这个自由度还是非常大 对 他的这个出球权啊 以及在跑动当中 他的位置的这种衔接 就使得球队在进攻当中 会有更多的这种变化 没错 他是负责衔接 对吧 塞尔纳斯是负责 梳理 是啊 给球队更多进攻的这种思路 再加上一个能前插的王秋明 用金中复自己的话说呢 来中国之前就非常喜欢尹洪博这个球员 一方面用脑子踢球 另一方面自己能传 也有自主进攻能力 这一下武汉队的机会 埃夫拉 反击肯定是要靠他来发动 好几点已经上来了 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 这种球也没有传好 因为洛佩斯呢 他在前场他有一些对抗能力 但他呢又不属于完全那种支点性的情况 所以他跟埃夫拉两个人距离不能太远 两个人靠近的话 这种配合可能打起来会更有威胁 没错 那么在中前场给他们更多支持的 可能就是郝居民 身后的郝居民 其实整个在中场的分攻呢 双方都还是比较明确一些 像武汉队三个中场 那今天防守型的中场可能就是天一龙 他在中场负责拦截扫道 对 B2B类型就是中场平衡型的就是卡里索 有攻有手 尤其是他防守 也能给田一龙更多的这种支持 是这样 郝居民 他是负责中间场衔接 以及这种前锋线的这种创造 没错 这球打到禁区里面 想送一个直塞球 想法没问题 结果有一个折射啊 球减速了 因为前锋线球员有特点 那前锋线球员怎么样 能把他们特点发挥出来 这个对中场球员来说 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没错 与此同时 在另外一场比赛里面 北京关1比0 暂时领先上海深花 江玉宁破门 这个进球有点快啊 于是我们这两场比赛 变得更刺激了 嗯 石滑的场地啊 这双方还是有一定影响 您T-shirt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个场地 可能踩起来比较碎 又比较湿滑的话 怎么样才能尽快进入比赛状态 首先第一点 你要是在准备活动的时候 你就要看这个场地 一般去比赛 球员去比赛的话 都会带两双鞋 一双是这个 这个这个死丁的鞋 我们常说死丁鞋 一双可能就是六丁的鞋 六丁的鞋可能就是 哎 丁比较长 能扎进去 对能扎进去的 大家这种情况下 扛这次啊 外围 湖顶 王秋名 右边路队友已经上来了 再给过去 45度 准备直接起吗 边路右队友上来 看崔林 挑球到进区 王秋名 没法转身 不过湖顶又张辉在 这波武汉队的防守 到位率很好 所以就要根据场上这个局面 选择你的这个 对 但是有的球员 他可能习惯了 他可能就尤其进攻性球员 他可能不愿意传 六丁鞋 他可能会觉得比较难受 因为这个鞋钉底部 他他就六个钉 他可能会恶脚啊 或者有些踢球不舒服 但是这个就是看球员你在场上 能不能尽快适应这个场 对对对 这种环境就是你一定要在前15分钟 赶紧进入比赛 另外一点的就是后背线的球员 那你可能必须你要穿六丁 可能你真是站不住 对而且今天这个环境之下 你一旦失误啊 尤其河北的这边 一旦失误 让埃夫拉这种速度奇快的前锋 抓住 那就要出事了 定来风 没有我们看看 因为武汉队 他现在把自己位置摆的还是比较正 基本上他前面是放了两个前锋 能压制住对手 那同时他现在 你看他防守 基本上还是在本方禁区前 五六米这样的一个区域 防守三区这样 组成自己的这要 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我们常说的这种限制性 对吧 要限制队友进攻 那你看这种遭遇线呢 他现在基本上就是在中拳户前面一点 这也是利于球队 在抢断之后发动这种反击 所以李孝峰知道呢 虽然是拿到了首胜 但这场比赛还是稳定为主 先防线扎紧离吧 方浩 他在场上是非常敢于做动作的 这两下都不错 不管最后有没有出界 看得出来很有拼劲 他曾经也是在巴西留过洋的球员 上赛季租界内蒙古中优 在中甲首秀就破门了 也是他职业生涯一线队的处子球 那这个赛季呢 因为李志老一直以来都比较熟悉他 就把他带了过来 两个大多 李宏波 河北队他这个整个中轴线 其实实力还是不入 梅米舍维奇 塞尔纳斯 莱昂纳多 他整个中轴线还不错 来看看边路 这是崔林 好球啊 这个球好像没有越位啊 边才的棋子压下来啊 没有举这个球 河北队标志性的穿透进攻 我刚才还想聊了这个崔林 其实他一开始这个球员 他是球队的替补 他不是主力 对 然后第一场比赛 我记得这个 丁海峰 丁海峰在上场的时候 丁海峰热身 来了一个双腿跳 这一跳完之后 拉伤了 是这样 崔林那场比赛 哎 替补 丁海峰 手发状表现得非常出色 是 但那场之后 慢慢慢慢 也就进入了金中夫的这个手发 这种 对 所以这个球员啊 你要随时的做好准备 另外这个赛季 这三天一赛的赛程啊 对球员这种体能要求非常高 所以这个也是给了更多年轻球员 上场展示自己的这种机会 是的 丁海峰手轮对深圳市赛前受伤 被换下 当然崔林呢 他其实相比他的这个双胞胎哥哥 崔奇 他的助攻能力啊 可能是没有哥哥那么的出色 但是今天一上来 感觉助攻的欲望非常强 刚才这叫传球啊 有点引风薄的意思啊 看看这球 这球可真是没有越位啊 如果真是回看之后啊 真是没有越位 因为杨博宇的位置啊 有一只脚是在这个 胡仁天的这个身前 是 与此同时 北京关 13分钟连下两成 2比0 领先上海深花 张锡哲点球破门 河北队教练组 如果知道这个消息呢 看看自己的技战术 会做怎样的一个布置 这个比赛 那对深花来说 可能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武汉队身上 对吧 对说这个 踢比赛 或者是 我们看欧洲杯也好 或者是福大联赛也好 或者世界杯也好 就是 永远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个对手身上 没错 对吧 没错 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场球啊 河北队想要拿一分 并不是那么顺利的 武汉队其实一直在等反击的好机会 当然 河北队已经在控球有优势 直观下打出了一次好的进攻 这下越位在先了 因为现在右边路 河北的右边路的进攻 尹宏博经常在这一侧游异 要他的习惯内切 而这个崔林呢 他又有自己的突破 所以对赵宏略这边 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 没错 如果您对崔林有比较深的印象 第一次应该是对深圳 他和尹宏博那次配合 船跑非常默契 所以他回到右路之后呢 和尹宏博是有一个天然的默契在 尹宏博他本身不是说 个人跑动突破特别强 他需要一个编号位能上来 帮他去带走防守人 做一个坚硬点的一个 而且尹宏博他脚下的这种变化 比较丰富 在他脚下就是 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球啊 就是能出现一些 意想不到的这种进攻跟传球 这一点我觉得尹宏博 就是他的创造力 能给球队带来更多的这种变化 其实今天河北队打的 还是不是一个三中位的体系 难受是 脚球的好机会 脚球的话像杨博宇啊 廖军健 包括卡丽索都能上来 霸尔雄在上轮的发挥也是比较出色 然后浩俊敏 他出去挺长时间 其实他是在天津 是吧 对 天津 太达 当年的太达 然后又去了鲁能 当年的鲁能 看这个小球啊 先顶出去 外围武汉队接着控制 再交方号 准备自己强突了 靠速度 先过了胡人天 讲动作 准备再过丁海峰 强行下笔 场地比较湿滑 不过还是制造了一个脚球 这个我觉得 这个得鼓励 是 这个必须得鼓励 就是现在在边路啊 很多球员我们看 就是都踢的是保险球 安全球 是吧 就是边峰或者边前 为你具备的一些 你必须要具备这种突破能力 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看不到 对 就是你敢 哪怕即使不能突破成功 但是啊 3比0了 现在目前 国安是3比0领先深化 这个比赛 反正不管那边怎么踢 这边后备队还需要少些武汉 对 杭启明 终于是落叶归根 为家乡球队效力了 再看这一次的质量 到中路 依然是先解围 2点还是好几米 方浩 就像许找说的那样 尤其是国内年轻球员啊 边路敢于有这样的突破 有锐利度是值得鼓励的 真的 关键就是在对方禁区附近 你一定要敢于大胆突破 尤其一对一手 甚至一对二的时候 刚才崔玲有次表现 这次方浩也不错 就这种球是我们希望能看到的 因为同伴 所有的这种传递啊 转移啊 都是希望能给你制造一对一 这种空间 游戏进攻权 那给你制造这种空间的时候 你能不能敢于突破 能不能给球队 通过你个人的这种一对一的能力 给球队带来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机会 是的 因为足球比赛啊 就是这样 就是整体是吧 教练的战术打法 它只是一个方面 其实真正解决问题的 有些时候还是在一对一这个环境 大脚开起来 回一下回一下 这个皮球落地之后 弹动也不太规则 对两边球员还是有一定考验的 因为落地之后球啊 它会速度更快 好球艾弗拉过去了 看个人能力踩个单车 三人包围圈 背后又拉拽王秋明 这就是这个赛地 王秋明他的进步之处 他确实防守端啊 对抗上强了很多 而且王秋明就是他身材不高 但他纠缠能力很强 他移动步伐 他脚下的步伐 是吧 这种频率 速率还是很快 对 你想摆脱他比较困难 他其实身高还真的 只有一米六九啊 你说这几个前天津队的球员 还挺有特点的 王秋明是吧 胡仁天 浩几明当时也是从这个 他是业余球员的身份 被选入天津太达的梯队 后来也成为了第三位登陆 得甲的中国球员 打得不错啊 在马加特的手下 而且浩几明现在也是一样 就是每年呢 他都会给自己当年踢球的 在武汉的小学啊 给这些孩子们拿去足球鞋啊 一些装备 左边路赵宏略上来了 拿住球观察 有人包抄 缓起来 太靠近门角 门路上再不射球进了 1-0 这个球有点意外啊 我这一下赵宏略四传四射 把所有人都骗过去了 李小峰知道 这场比赛 他所在的武汉队 先下一城 但是你看现在 小盆啊 这个压力也确实也大 再看看这个球啊 这个球是想 这个球有个折射 有个折射 打到这个防守球员的身上 对吧 确实是 有个折射 打到翠林的身上 那霸雄呢 受到了干扰 但是必须要说 河北队在判断二点的情况下 两个都是武汉的球员 再报二点 这是卡里索的进球 不是这个洛费斯 卡里索补进的 但是你看 这个换人我们就说了 就是在位置上 卡里索从中后卫来到中场 是吧 他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可能要看看这个视频回放啊 今天的视频 助理裁判是刑棋 最后进球 不对啊 还是判给了 这是 明显的是卡里索 但是卡里索就是 这场比赛 把他帮到中场 他这个B2B类型的 这个特点都能发挥 对吧 中场能拦截 同时进攻 他赶上 所以这个比赛好看了啊 我们再次和您介绍一下 好看了 最后争冠组的形式 河北队今天 只要拿一分 就能够进入争冠组 如果输给了武汉 就要看另外的结果 国安输球 河北晋级 国安如果不败 河北队将跌入 保级组 考虑到国安 现在是3比0领先 对 所以河北队 加快节奏了 加快节奏了 现在对于金中复的球队 是花山一条路 当然就你看小鹏啊 也挺有意思 之前的比赛 只要进击 小鹏很激动 今天你看一点 就很平静 非常平静 丁海峰 中间三点包抄 第一时间没有起 再给高空球 这种球 你面对杨博宇啊 包括廖军舰 想传准也很难 反击漂亮 其实啊 河北队 现在他被迫要加快攻势 这种球 其实武汉队踢着很舒服 而且现在 无论是安德森也好 或者埃弗拉 两个人有速度 尤其安德森 他如果背身 能拿入球的话 埃弗拉 他向前这个速度 是吧 就能发挥出来 上轮怎么赢的球 怎么进的那个制胜球 就是在反击里面 一个直塞 两个外援的配合 所以金中复 一定要小心 武汉队的反击 尤其现在又是纳入到了武汉队 他最喜欢的这样的打法体系当中 刚才那个进球 最后应该会还给卡里索 肯定会还给卡里索 回传一下 好几米 是一队友往前走 但是可以看出 李小鹏跟他教练组 确实也动脑子了 把卡里索顶上来 是吧 再来看 这个球 包亚熊也没办法 包亚熊没办法 这个球有一个 正好是有一个折射 第一时间就直接往门里转了 打在门柱上弹回来 河北队还是要注意自己防线盯人的问题 卡里索的破门 这样的话对于卡里索来说 改了 本赛季他的第一个中超进球 恭喜他 所以河北啊 现在也不用去看另外一场的脸色了 就是拼了命把这场球 把分数拿下来 现在都得拼命 身怀得拼命啊 是 这不拼命哪行啊 而且这个比赛打了没20分钟 已经3比0落后了 前场定位球 在纳斯开一个前点 背身没有靠住 有点可惜 如果真的要破攻坚战 看看河北队后续会不会换上他们的中锋 王西尔瓦 现在进区里面只有一个高点 左路 赵宏略就喜欢这种开阔的空间 大不流行往前推 还在观察艾伏达的位置 单对单 强突了 拼速度 面对崔林 先卡身体 这就是明显最近状态好 失忆自己肩膀是合理冲撞 但是崔林呢 这个赛季 场均的抢断有三次中超最高 他右边路的防守质量非常好 卡了位置 没有问题 赵宏略这个赛季 有两个进球 一个助攻了 最近两轮的发挥极其出色 河北队呢 说句实在话 其实在马尔康离队之后呢 金中夫和崔康熙相似的那种 高举高达 找中锋的打法 就逐渐的 他在主动做一些调整 包括对于胡仁天的启用 对于王秋明的启用 看看这一次 打到防线身后 胡仁天 外面有丁海峰 能不能直接给过来 丁海峰再交给胡仁天 没有越位 还是底线 左脚到三脚 传起来 要直接打满 这下又被封堵 对 这个球边路传球很有想象力 对吧 没有忙里打 而是一个斜回船 这种倒三脚的船球 威胁是最大 对 我们刚刚还想说 就没有马尔康之后 其实河北队在左路内部的渗透 然后倒三脚打 之前已经是屡试不爽的 但之前更多是胡仁天啊 找王秋明或者张薇 包括尹鸿博 他们不太往进区里面给 经常给倒三脚 倒地 但唐顺旗的位置很好 示意没有问题 比赛继续 倒地放铲 真拼啊 赵宏略 赵宏略状态来了之后 就是那种满场上下飞奔的球员 武汉队确实在杜龙泉 苏迪 罗毅甚至老将张成黎之后 终于是找到在左边路 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赵宏略 虽然31岁 但这个状态保持两年的话 我觉得应该 左路是让人放心的 他踢球呢 他不是靠身体踢球 他是靠自己的这种意识 是 什么时候上啊 什么时候回收 就这一点上 赵宏略位置感还是非常强 同时他在进攻当中 上个赛季 我觉得把他激活了 对 上次的天津队 他挤脚 那些外围远射 把这个自信 把这个特点给挖掘出来了 这个很重要 现在你看武汉队 他把这个球队整个这个遭遇险 是吧 就是这个防守线 已经拉得比较深了 就跟领先之前 那个阶段又不一样 是 埃夫拉来到自己熟悉的左路 何北队对于崔林很放心啊 没有上斜防 就是单防埃夫拉 但是赵宏略又顶上去了 村里这边压力还是挺大的 因为现在如果 河北队啊 他也是这种 回撤的这种深度防守 哎 看看这球 第二落点是谁的 准备打脚掉门了 李宏伯觉得有这个技术 但是王志峰还是回到位置 今天这个场地啊 上半场打到28分钟了啊 就没几块好的地方了 拼得很凶 这个场地啊 打了这么多轮比赛 能保持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 还好 这一轮打完之后 好好休息 对 保护一下 对 国家队要集中 球队要休息 场地也得休息 对 确实三天一轮的话 真的 对于裁判员来说 也挺累的 之前李海鑫也是连续 执法了八轮比赛啊 才得到一次这个作为VR裁判 休息的时间 其实 球员裁判都挺累的 尤其是球员老队员啊 可能在这个三天一赛当中 压力会更大 没错 这球尹宏波的处理 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只停了一步 对 这个球 哎呀 最后还是 呃 脚法力量都没有掌握 是的 张辉 调整一下 没有选择直接打 还是分给丁海峰 45度再起 又被拦出来 这种球还是 缺少一些变化 对 丁海峰今天踢的 就不如张宏林那么犀利 就是你传球的这种目的性暴露的太明显了 跑球给胡仁天再传 还是打在后点的位置 莱安娜多今天的目标就是带走中位 压到小军军线 然后让队友传我身后 看武汉的反击 左落又上去了 很清楚 对 埃弗拉埋伏在后点 张宏林准备找他传 看落点 先是河北队的 那两支球队 其实这个阶段 打得都不错 河北队呢 是在禁区里边 这种小范围的配合 倒三角的这种传球 在边路 尤其是在左边内部 胡仁天 王秋明 张薇 这几个人还真是有些小配合 在 左边路给这边方号 带来很大的压力 武汉队的进攻 打了简练 直接 豪俊敏 跟这个洛佩斯 接头 然后洛佩斯回敲 通过中场的过渡 左边路照洪略 就整个的进攻线路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 再给个提线量 但是这下斜防已经上来了 这个提线量 这个不是卡里索的特点 对 这是照着艾弗拉给 对 美米舍围棋 这个赛季呢 场军解围 也是中超第二位 他的不位 单防 能力都是中超里面 算是比较出色 但你看今天这三个中场 浩俊敏 卡里索以及中路的田一农 其实这三个人 防守压力还挺大 田一农回到位置上 把球拿下来 看个人能力 安德森他能 他能控得住球 对吧 安德森洛佩斯 他能控得住球 那这样的话 就让球队整体的阵型 一点点的向前压迫 向前过渡 这也是河北队目前缺少的 梁大多 他其实在山东也是 他正面球门能力比较强 但如果背身呢 那需要干一些脏活累活 卡位置啊 做支点啊 这方面不是绝对强项 若昂斜尔瓦呢 是这个类型的前锋 但是这几轮打下来 状态也很一般 所以今天也没有先发 这个球方浩 处理的还是非常聪明 他已经在拿球之前 已经观察到对手 向前逼得很凶 你看 用衔接还是非常快的 这一点 如果一旦突破的话 整个进攻面 全部打开了 他现在也进入了 U22的国足集训队 一定要保持好 这样的状态 坐过来 好球啊 能不能过来到禁区里面 起脚直接打了 霸雄的风夺 但是还有 下笔倒地 唐顺琪怎么判 哨响 这下 后卫队员示意 我没有碰到他 这个球得看一看了 对 宁萱 这个角度 应该 但是 之前这脚没问题 但是之后这一脚 又带到 对 今天的 VR裁判是刑棋 看看要不要 做一些沟通 他左脚没问题 但是右脚随后 勾着一下 给了FLA一张黄牌 那么就认定假摔 但是刚才 就是 FLA之前 浩俊敏跟这个 安德森 洛佩斯之间 这个配合 还是非常清楚 对 回桥之后 就是在那么小的范围之内 利用浩俊敏的传球 他是中场 真正的一个 进攻 有创造力的球员 浩俊敏 武汉都现在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原本 在理论上 很多球迷会认为 李航和浩俊敏 在中场双核驱动 但现在看上来 可能李航在速率上 和两个外援 节奏不一致 那这一点 浩俊敏 毕竟是能力 在这摆着 看这次 小孩在坐 后排 没赶上来 所以现在更多的 还是浩俊敏去完成 给外援 送最后一船的职责 今天李航也坐在替补旗上 浩俊敏 他是属于那种 你让他打后腰 他能完成后腰的这种责任 你要打这种进攻性的中场 他又能起到 创造性 能传到威胁球 能创造机会 同时 他是一个中间场 这样一个桥梁 这个太重要 他对这支球队太关键了 能在这个 打到一半的时候 能把 浩俊敏 引进到球队 这个是太难了 这活脚 这等于是 大半个外援 对 你说句实在话 确实是 挺难得的 一笔签约 一方面 浩俊敏确实有 罗伊归根的 这个想法和愿望 另一方面 他需要找到一个 熟悉的球队和教练 他不能 他没法再去经历 一个长期的磨合 他也需要为 国家队比赛做准备 第三点也很重要 李向峰之长 他之前那些部署 比方说 把凯一所 踢到中场 或者把以前的巴布提斯堂 拉回来 一切的迹象都显示 他对于中场 是不放心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 让他终于放下心的人 对 就是他能力 还是在这 另外在现在的 这个泰山队里面 你像中场有徐欣 然后这个 还有这个 亲回来 这个又 八七那个中场 什么名我忘了 孙准浩能力也很强 孙准浩 然后再加上 八七那个中场 又回来了 加上徐欣 确实不一定 所以现在对浩俊敏来说 他又需要 保证出场时间 保持自己的这种状态 看条船 火人天 拿不到 这个赛季 无论是 赛季初 还是在中段 其实李肖鹏之导 利用自己的资源 都是尽量的 想为武汉队 签下一些好的修员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说 武汉队这个配置 肯定 不应该是 目前这个位置 我们希望他后面的比赛 能够打得再好一点 但是球队 需要磨合 关键是队员 对教练员的 这种战术 你要认可 对吧 那么同时往一个方向去努力 一支好的球队 有好的表现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思想要统一 上不上35分钟了 比分还是1比0 好球 两个大多 第二下自己没处理好 华几平观察 丢队之后马上反抢 非常积极 现在中场 武汉队的中场 三个人 分攻不同 而且各自 完成的都还不错 当然卡利索这脚传球 有点 但是你看卡利索 他就现在在左边路 就中场 到对方进去 到自己进去 基本都能看到的 他是一个 真实能B2B 这种类型的球员 田一农 就是在三个中卫身前 踏实屏障 薅俊敏 负责前场的这种衔接 最后的一脚 威胁性的传球 以及中前场这种组织 分攻还是比较明确 这边相对来说 河北队的中场 塞尔纳斯他是一个进攻组织 另外就是前20分钟 就有些时候表现好的阶段 应该是在左边路 胡仁天 还有这个 莱昂纳多 几个球员 小范围 内部这个配合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丁海峰这边受到对方的冲击 球丢了 看方号 船这下想打撞墙 制造了塞尔纳斯的犯规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丁海峰 他拿球 一停二看 三观察 还是可能状态有点问题 而且今天小将方号 表现的真是不错 表现的真好 这赛季 小家伙很有自信 他踢球就这样 他在中甲就是非常有冲劲 而且他这种 他是属于向前的 就是进攻当中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对吧 他进攻当中就是真的是向你带 让你后防线很难受 他有速度 有变 有这个脚下有变化 他现在需要提升的就是他比赛的这种经验 什么时候该带 什么时候该传 其实很多武汉的球迷 今天我也看到有球迷发弹幕说 想更多的去看看 像方号 像刘云 包括黄子昌 甚至说到下阶段压力不大了 对吧 把刘进玄上来拿过来用一用 这些年轻人刮一个青春风暴 什么感觉 因为确实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欢迎 不不不 现在球迷是这个期望还是很好 但是这个年龄结构还是非常重要 对吧 像老将怎么去带领带动这些年轻球员 像浩俊敏这样 怎么样能把方号的这种特点给他激励出来 他必须要有老将要带着他 前场的定位球 方号制造的来看看这一次 怎么处理 浩俊敏船到中路 今天第一点后队抢得不错 未必守维棋 四十五多再给 还是后队解围 两个大多去前面抢了 所以武汉队没有往回传 再给积极前自己打门了 但是远斯洛佩斯 但是三十八号啊 张薇 张薇啊 他现在在这个区域的防守啊 有些时候个人的一些防守战术 我觉得还是要提升一下 跟梅米舍维棋两个人有一个呼应 就是他关键往往前顶的时候 像这种球的话 你不能让洛佩斯 对吧 安德森洛佩斯 不能让他转身啊 在那个区域怎么让他转身呢 你可以让他回传 你不能让他转身射门啊 让他转身射门啊 场上球第一点 二点球胡人天抢到 前场再断下来 背后有拉拽 这个球绝对是犯规了 田一诺 杨博宇啊 叶重秋啊 田一诺 这都是从江苏队呢 出来的球员 当然田一农他这个赛季 抢断和拦截都排在中超的前15名 到后点也是唯一一位啊 本土球员这两个排名都进前15 其实田一农他是非常有特点的球员 他是在场上不险山不漏水 但是关键时刻 他能出现在关键位置上的球员 不过这个需要李肖鹏指导 在他身边给他更好的这种配备 他抢断拦截能力很强能跑 抢断之后怎么办 第一个他需要自己提升 同时在他身边 如果你放个薅俊敏 放个卡里索的话 是不是他的进攻 就能把他自己的这种弱点 尽量少的暴露出 拿球之后赶紧交给身边的同伴 因为场上球员 这11个人不可能都是其他 也不可能都是罗纳尔多 你都是坎特 这个球也没法提 是吧 再给过来有空当 莱昂纳多成功转身打满好球 有球进了 41分钟 莱昂纳多帮助河北队扳平了比分 这个球完全是个人能力的展现 本赛季他代表河北队的第一个中场进球 恭喜 这个球打的票 这个球打的票 关键是这个反差这一下 我们看看传球的是不是尹鸿博 感觉像尹鸿博 你看 确实是尹鸿博 没越位啊 没越位 而且这一下就转过来 这个门将啊 从当里边打进去了 打了一个小门啊 王之锋 当然这个球就是刚刚尹鸿博谈到下雨啊 这个球一窜地啊 一碰地 这个这个球速加快 这样的话 玄契又回来了 一比一平 如果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的话 河北队将进入争冠组 梁大多 你看进完球之后也非常兴奋 而且呢 梁大多 呃 代表河北队的第一个进球 来自于这么重要的比赛 确实是引进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但是刚才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看啊 主要从进攻角度来看 尹鸿博 他的这个左脚传球 嗯 想象力也是非常风 对 呃 另外他脚法需要很到位 下雨啊 你不能球速 对吧 怎么去掌握 什么样的脚法 拿捏好 对 一到拿捏好 呃 另外一点 刚才后防线 就是在这种进攻转换当中 后防线 这种三中位的体系 或者五后卫站位的时候 有些时候容易出现这样 如果刚才那个脱后的中卫往前顶一步 嗯 这个球就是越位 哎 就是在引进了梁安娜多和庄西尔瓦之后 第一场比赛 我就说过 非常期待这两个人磨合好之后 跟尹鸿博这样动脑子的球员一块 看看怎么踢 刚才这下全是传得太棒了 一比一平 上不长的最后阶段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最紧张的球队又变成了上海参花 他们还是得尽快的去追分 凯利索 自己带的有点大 后续再抢 这个是个红牌 黄牌动作啊 因为场地湿滑 所以你要下地 尤其得注意尺度 其实下雨天啊 对球员这种个人技术能力啊 这种要求是更高的 你的控球 停球 这种脚下的感觉 对 你稍稍这个球速加快一点的话 你跟平常 在这个浇水的场地 跟下雨的场地 这是不一样的 这时候就是看你的控制 你对身体的控制 你对球的控制 这脚传球太漂亮 而且打得也干脆啊 王志峰呢 确实防守当中呢 有自己的问题 对 但是廖军健这个球 如果早一点 早半步压出去的话 可能因为当时只有莱亚纳多 一个人顶在最前面 三尔纳斯 张辉 感受到后方的压力 直接回传了 郭亚雄 今天两个门将啊 都是在先发门将 要么有伤病 要么状态不稳的情况下 逐步呢 取代了首发的位置 王志峰是顶替了董春雨 而霸雄呢 是顶替了 打长春初级有失误的持温一 埃弗拉横向再转 方浩这边终于又上来了 面对丁海风 田一农再交 卡利索 埃弗拉活动范围非常大 好球还是田一农 连续横向的转移 又是一个单对单突破的机会 看看郝君换左脚 起到门前 这个球方浩 其实他应该 给郝君一些 自己的跑动的这个方向跟指示 对吧 其实刚才郝君第二下端给方浩 端的也很好 但方浩没反应过来 前场球 郝君真的像他自己所说 这队友球传不出去 你只要给我这个胸部以下 我都能给你处理好 真是有这个能力 还是前场球 进入到商厅捕食阶段了 天一农第一时间想往左边给 直接是被尹鸿博封住路线 反断 看看反击的速率 进攻有力 这下犯规了 这下可能 是不是要吃牌的田一农 因为他两次犯规 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球了 好在他这块 就是犯规的位置 可能还行 你要在中圈的话 可能就免费老要吃张牌 撞出去之后 怕摔倒在地 确实是很滑 有些时候国外比赛 有些教练在场面 往外跑的时候 脚架来个小半之间 但是现在没有了 很早之前 有些小动作 横向转 这个球给的漂亮 埃夫拉还在努力的去前插 没有喂过去 又是一个胆胆的机会 到45度踩个单车 下底中间再传 第一点 塞尔纳斯 外围撩一脚 这球来自于天股打 着急了 有点着急了 但是你看今天武汉队比赛 跟咱们此前转播的比赛 还是不大一样 今天这个中前场 这个配合感觉打得比 前几场更加流畅 有起色 确实有起色 对 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 武汉队凭借着卡里索在19分钟的进球 先取得领先了 但是在40分钟 尹鸿博精彩的助攻 梁洋纳多 双方战成了1比1平 半场平局 你觉得这场比赛 是不是下面场还会是很有学年 我觉得 欢迎回到比赛现场 在下面场率先做调整的是河北队 换下张辉 换上邀旭辰 增加一个边路的突破点 毕竟还是希望能够再去进球的 邀旭辰这个赛季的发挥也不错 也拿到了自己中超的手球 今年只有21岁 边路有不错的突破能力 现在的比分是1比1 河北队相对而言 他还是有主动权 但是武汉队今天肯定 也是奔着拿分去的 王志峰和包亚兄 在这个阶段的发挥都有进步 下阶段应该也还是球队的先发门将 但武汉队这边的董春宇 依然是入选了国族群队的名单 应该是作为第四门将来使用 双方下半场率再开始了 目前武汉队和河北队战成1比1平 为武汉先破门的是卡里索 但是在21分钟之后 李红博助攻莱恩大多颁平了比分 武汉队后场拿球 直接找封线的队员 河北队也做了坏人调整 23号若阳喜尔瓦上场 换下了胡仁天 因为已经有腰续沉了 胡仁天换下来 中路增加一个高点 去配合船中突破 还是想尽快拿下比赛 因为这个比赛上半场打的 还是有点胶术 这样的话河北队在前场 也是双外远 来洋大多 今天打进了 效力球队的第一个进球 若阳喜尔瓦呢 他的冲击力 还是有 但是呢 和球队的整体衔机 还需要时间去磨合 打到防线身后 拼速度 大三角传过来 杨喜尘 左脚大门 精彩的扑就 刚上来就有 一次非常好的射门表现 但是我们看啊 今天从上半场开始 河北队他边路传中啊 基本上都是一种鞋回传 对 这个可能跟主教练金中夫 他的要求有直接关系 没错 上半场也给您介绍过 河北队就是这个招牌式的渗透 再来看 杨喜尘一直在跑 突然停顿 对 就是打的其实也很好 很脆 门将王志峰 这个位置封的不错啊 位置封的不错 但是最后扑就这一下 可能太近了 加上这个球也比较湿滑 当这一下你先扑出来 就是不错了 全倒地 不过呢 还是武汉队的球权 武汉队先就前场啊 埃夫拉 然后安德森诺贝斯之后 第三个参与进攻的 有好几米 第四个是谁 这个是赶紧有人得站出来 方号呢 开始表现不错 但是金中夫加强了 左路进攻之后 方号压力大了 其实有些时候 一圈很重要的一点啊 叫三中卫的体系 得有一个能出球的阵队 对吧 这下危险的位置丢掉了球 埃夫拉回身再交 其实右边可以给的 卡丽座 我觉得塞尔纳斯有犯规 还在继续 塞尔纳斯这球 他虽然是中场 一个很好的传球手 但他其实防守覆盖面积很大 他踢的其实挺好的 在中场 他的这种梳理 以及他的这种转移 当年从来深圳队 我第一场比赛转播他的时候 也是给我这个眼前一亮 他还有脚外围的远兽 中场的他的位置感非常好 这曾经也是入选过 罚甲最佳阵容的球员 他其实和亚太的赛事经销有点像 就是名义上的进攻那一强 但其实防守职责都做得很好 看看这边 这个西尔瓦上场之后 这边路挺起作用 他不管场上怎么样 他是一个跑动 很勤勉的前锋 现在进攻除了莱安纳多在两个边路 其实都换人了 关键的是若昂喜尔瓦 他其实作为马尔康的一个替代选择 引进到球队 因为他在中甲场均能够有9次成功的征顶 上赛季马尔康在中超场均是8次 中超和中甲不一样 这个强度不一样 不过他这个作用是摆在这 但是他的脚下和莱安纳多就始终没有默契 今天梁大多已经爆发了 看看若昂喜尔瓦的发挥 但是从下半场开场上了这5分钟的比赛 感觉河北队中场金中夫这个 这15分钟的布置啊 或者说是这个言语的激励啊 还是给球队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下犯规了 武汉抢得很凶 很着急发动反击 卡里索 卡里索今天到进完球之后有点兴奋 是 来感觉了 他当年的也是葡萄牙16年欧洲被夺冠的成员 只不过来了中国之后啊 就是一直受伤病影响 对他伤病太多了 比赛踢的不连贯 就上赛季武汉队要人救命的时候 保地战的时候 也是紧赶慢赶 这个火线付出 因为他现在这个在中后卫这个位置上 回追的速度 这个不是他的一个强项 所以把他推到中场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主教练 要您说的 尽可能去避免他的问题被放弹 对 把他的特点怎么样发挥出来 把这个位置的接球啊 翠林 为例了 51分钟还是异逼的比分 看看刚才门前这下 打的真不错 这也是河北自己土生土长 根正苗红的一个情绪 但是作为门教 甭管什么动作 是吧 拿脚 拿手 拿身体任何步 需要别让球近 对 那就是好门教 对 就哪怕你刚才这个动作 你可能觉得有点狼狈 那上口那球 如果你这样封住 别人会说你什么 后场再转移 三中卫这种体系的话 后场 三个中卫至少有一个球员 要有这种出球能力 长传球的能力 同时那另外一个球员可能还具备这种向前带球突击的能力 是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能把对手第一道防线先把它给打破 给前卫线更多的这种空间啊或者这种带球的这种支持 没错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让田一农的位置往前再顶 郝俊敏的位置可以更靠近两个前锋 如果这个所有的任务都是由郝俊敏啊来中场或者是卡利德中场完成的话 那你整个在前场的人员的分布也不会特别均衡 这球两个俩都很生气 梅米舍维奇其实他今天领衔的防线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张成栋呢后面的比赛五场都上不了 潘喜明又重伤 所以他搭档到底怎么去配 这是很严峻的一个问题 武汉队换人了 30号陈宇浩上场 换下了封浩 这是在右边异位上的队位换人 陈宇浩也是在休赛期刚刚加盟球队 从绍兴队加盟的 也是国少国清的集训队的成员 今年只有19岁 他比方浩来讲的话 他防守可能稳重一些 但是进攻的锐利度稍微有所欠缺 所以李向峰知道 可能也是看到河北队在左路的进攻 打得很犀利 上一个能抢有速度的防守队员 去弥补一下防线的漏洞 陈宇浩牵过来 最主要还是来顶替明天 明天这赛季重伤 还要慢慢的花时间去商誉 塞尔纳斯 找庄西尔瓦卡位置 在过程当中犯规了 后腰这个位置 他是要掩护球队所有的进攻 同时在进攻当中 你还要给球队 给进攻权提供这种 更广阔的这种思维 背后拉拽了陈宇浩 让球转身 天一农 其实我们看现在欧洲的比赛 你看现在欧洲有很多比赛 就在边中位 跟边异位 就打三中位这种体系 就是两个人的位置 他是有一个这种轮转 或者是互换的 你看现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就看海港机场比赛 我也看了 王申超还有玉海打两个边中位 在进攻的时候 有些时候像王申超 玉海他又能完成边后位的角色 就像阿斯匹利奎塔 在切尔西 他跟詹姆斯两个人 他经常有一个换位 詹姆斯顶上去的话 阿斯匹利奎塔 他其实扮演的是一个边后位的角色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变化 也使得进攻会更加丰富 战术变化也会更加突然 让对手有些时候不大适应 这个也是三中位体系当中 现在给大家提供的另外一种思路 没错 当然这种位置 其实对球员的个人能力要求还挺 对 当然所有的 你所有的场上的这种战术 都要来自于球员的这种 个人能力跟个人特点 这个是教练员根据球员的特点 来打造自己的战术 当然他达不到这种能力的时候 他可能只能完成边一位角色的时候 你要他完成边中位 这也不大可能 武汉队前场拿球了 田一东也上了 好几米突然 在观察 内部的位置直接推 能不能起球 进去里面三点 传起来到后点 还有中间再给 这一下赵宏略没有喂过去 第一步叶冲球抢得不错 另外就是两支球队 对两支球队都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要加快脚下的这种全球的速度 这个整个的这种提速 不仅仅是你跑动要提速 传球的速度 移动的速度 甚至是有些时候 你的反应的速度 这个都要加强 你整个每个人的速度 提起来一点点的话 整个球队的这种整体的进攻的速度 就会提升上来 河北队现在三条线收得很深 非常谨慎 好球 看拼速度 有机会去追 还是让掉了 丁海峰也很有经验 这场比赛 如果河北队顶下来 后面防线 不管眉米守卫区 搭张宇 还是说张辉 都好说 因为你到了胜者组了 已经到这个位置上了 没关系了 其实去年河北队 也是打进了 这个 这个 珍贯组这个序列 对吧 对 他们当时 这个在 也是在搜索赛区 见的珍贯 连住的这个二号楼 这次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适应 直接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剧情 是不是一样呢 先看这一次 关门的防守 没有给阻挡犯规 这个球 没名守卫区 没有被判犯规 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阻挡的 嫌疑 这球就我觉得可以吹了 可以吹 因为这个球 已经不在这个 没名守卫区的控制范围之内了 对吧 有些时候 这个阻挡跟代球撞人 这个裁判员还真的 浩俊敏 看着不是那种说 我快速要起诉的拳 但他其实刚才脚底下是有数的 他节奏变化非常好 什么时候快 什么时候慢 因为他脚下有技术 所以他在对方上抢的时候 他这种反压迫能力还是非常强 对 刚才浩俊敏也是和唐智奇 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当然比赛还在继续 不过河北队下半场这种打法 还是有一些变化 就把防线收得比较靠后 先出阶了 武汉的反击很犀利 所以现在金中夫的想法就是说 我收一收 对 因为现在比分对他有利 你出来打我 我知道你攻坚战可能要费更多的心思 才能够攻破我球门 另外他两边的球员 现在已经是两个边路进攻圈 已经是换了 对吧 体能可能会更好 所以反击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 看这边直线球传过来 到禁区里面 先卡位置 邀西辰 左脚再打门 非常有自信 这下又是打武汉队的防线深厚 边才举棋了 今天的边才是国景涛和黄涛 这种球就算举棋 我觉得也该打 第一时间就喂过来 但是这个防守还是非常成功 赵宏略提前上了一步 上半场那个球 就差那一步 所以这个三中卫的体系 有些时候看似是人数 我用人数来堆积这个防守 或者但是每个人的防守能力 每个人所选择的防守位置 这个太重要 是 人越多思想越不容易统一 同时空间也会更大 浩静明往中间给 中间赫北队人很多 塞尔纳斯 你看这个背身这种对抗能力 非常强 踩脚撞一下没事 停得漂亮 好球 浩静明再送 两个中锋都到了 这下船中被封堵 这是一次关键的封堵 但是关键的封堵 来自于浩静明 关键的这个停球 对吧 这个球其实后卫一个大脚解围 正好到他脚下 那这个球如果你停输三米之外 可能塞尔纳斯大长腿直接就上来 所以所有的这种战术的成功 全部都是来自于球员技术能力的 这样一种保障 波瓦雄对他的高空防守提出了新的课题 而且陈雨昊先去盯对方大中锋 洛佩斯 这个队位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开起来的前点 中路还有 外围自己打了 招呼了 61分钟比分 还是一比 但在另外一边的北京关 依然是三比领先着上海深化 最后这脚球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晕了大腿 最后你看带到离脚背上 这种球你给他十次他都会打 张宏略就是这样一个球员 但是你也得提升自己的这种准确性 是吧 光有信心不行 你脚感也得上来 好球 再回过去 为什么说刚才河北队打防线身后呢 是正确的 因为像杨博宇 包括这个廖军剑一重球 他们不是那种正面你特别想惹的那种球员 对抗能力都很强 但是尤其杨博宇 他转身速率比较一般 要多去抓三个中卫 中间空档的那个位置 尤其你有拥有像尹鸿博这样的球员 背过去 武汉队来了 招牌制的反击 但前场参与机构的人数不多 漂亮的过人 再给 好球 拼速度 拉出来眉米舍围棋 先方也上来了 陈宇浩 上来之后 很积极的去占助攻的位置 保证需要我的时候 我一定要到位 一重球 招牧略 没有好机会再回座 凯利索失忆 跑不动了 稳一手 在边上自己 先传过去歇一会儿 上墙很凶 黄秀明 这也是跟这个下半场 现在河北队 也是主动的把防线往回收了 对吧 主动防线往回收了 看看这球 打得很耐心 河北斯想自己来 踩个单车 一步 先停 倒地 这个球唐顺琪 是一起来 没有问题 但是武汉队 你看打得很耐心 对吧 这种传导 已经刚才在这次洛佩斯突破之前 已经至少有15角传球 对 现在是连续的高压 看看河北队能不能顶得住了 而且 安德索佩斯 确实踢出来了 你看现在河北队 他整个阵型 被武汉队压得太扁了 而且他防线比较靠后 所以在反击的时候 他现在缺少一个层次 这下呢 其实停顿的很聪明 美名守卫奇 转身本来也是慢 再来看 回身 想去接的时候 前进路线呢 被美名守卫奇挡住了 但这个球呢 雨薛你看 他要是侦判点球呢 有点勉强 但是他有没有 这种犯规阻挡动作 他其实是有的 对吧 他很聪明 美名守卫奇很聪明 就把自己 我就把自己 像路上一样 我就放那儿了 对吧 那其实 诺贝斯这个球啊 和上场埃夫拉那下 也是有点相似 就是进攻方是 主动想去要这一下 这个确实就得 看裁判尺度 河北队前场 尝试高位压迫 现在是人盯人 能不能开出来 还是得找浩俊敏 他来到球队之后呢 已经成为了场军 队内传球最多的球员 让斜尔瓦过得不错 再给 好球啊 第二下 门将出来了 这姚续晨还真是 有点特点啊 小家伙速度啊 这种灵动性啊 非常强 这边武汉队 也丢球了 看姚续晨 今天只有21岁 这球铲抢犯规 现在不行了 现在这个卡利索跑不动了 这个球稍微给大一点啊 这个 脚下这挪不动步 没错 杨续晨 不存在 像对河北队说不存在降级的这种可能 那整个积分榜 他现在排的也还是比较靠近 是的 杨续晨 杨续晨 在给后点 没有找到人 就是河北队多年来在清训上播种的这个种子呀 确实要收获果实了 因为这个赛季降级的原则是 哎 这个球 也就是杨续晨啊 这个个儿稍微矮点 再高一点 他这个胸部正好停下来 对 对吧 他的这个动作 包括他刚才这个采用的这种停球的这种部位 还是非常正确 是 刚才学长说的这个中超因为现在就要扩军 对 理论上这个升降级附加赛难度啊 是有所降低了 更别说河北队讲道理 真到了 假如说啊 他们到了保际组 这确实问题不大 然后呢 现在就是中超明天要扩军 那这样的话 中甲是直接上了两支球队 对 然后中超的最后两名呢 是要跟中甲三四名 是 去再争夺两张中超的这种席位 所以 其实对中超球队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 现在比较难的呢 我觉得天然金门虎倒还行 我觉得青岛队是比较难 青岛大连人可能都 都还是有一点点难度 是 所以武汉队现在是可以轻装上阵 而河北队呢 保住这个比分就会进入到争贯组 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前提是保住 但现在呢 其实也反映两个心情 你是保住 还是说我进一步再去争取 进一个这个看教练队 因为现在比赛在打67分钟 对吧 你真是1比1这种比分 真是洛佩斯或者埃弗拉 两个人 这种个人能力的话 改变比分的话 对河北队来说那压力就大了 是 你这个阶段失分的话 跟上半场失分还不大一样 没时间了呀 对 对武汉队来说没有任何压力 到右路 卡丽索现在就在中场指挥型的球员了 示意往队友脚下给 控一下球权 但是不得不说 浩俊敏34岁的年纪 来到武汉之后 满场飞奔 没有问题 体能各方面保持都非常好 而且很自律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对他也有额外的动力 他现在就刚毅来到球队 马上就是球队中场的领军人 就没有 这超级敏 没谈条件 没有任何这个 就是只家乡球队 有需求 马上义无反顾 但是从他个人来说 如果能在联赛中多打比赛的话 对他状态保持 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打完今天的补赛之后 这个阶段中超的联赛就全部结束了 国家队要开始9011月备战12强赛了 回来之后 争冠组保击组的比赛再会去打 有可能在国家队的主力阵容当中 现在浩俊敏可能要面临一些竞争 但是他是那种真是关键时刻 你派他出场的话 他还能起作用的球 我觉得中国队如果12强赛 就给他危难时刻 留个30分钟 他反正真的会给你一些贡献 现在武汉队 是比较长的时间 一直在控制球权 想吸引河北队出来 河北队也不中计 反正你这个位置传 无所谓 对 就不上了 不让你球打到威胁 你看控球率 对吧 武汉队下场明显上来了 是 你这个位置控 你要愿意控最后20分钟你随便 因为这个贝尔萨说 控球率 它关键还是在你控球的区域 你在后场控球率 这个再多没有任何意义 一旦到了本方的30米 河北队的防守强度还是会上 因为你现在的这种控球在后场 哪怕在中场中控球 你并不是能有效的 让这个河北队的这种防线 能移动 能移动起来 你并没有把这个河北队的防线 给撕裂开 这个时候上海生化的教练组 如果知道本场比赛的情况 就得跟队员说了 靠自己 赶紧去追分 好球 一个向前的传球 再转到右路 稍微有点大 陈宇浩在右翼位 他不同于方浩 他是一个坚硬型的边路 方浩他拿球的能力很强 自己往前走 没过两个 赶紮扎斯 李洪博 换了人之后呢 整个这个打法 中场 看见金中复也会给球队有所交代 一个是防线回收的更深 三条线保持的更紧 同时封线当中 现在靠两个边路 新换上场的两名球员 还是有一定那种突击能力 打法跟上半场 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变化 这就是教练员 他对比赛的这种阅读能力 球员在场上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总是在说 这个球员阅读比赛能力非常强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能分清场上的这种形式 对吧 对手现在是什么样一种打法 同时你的战术 跟你现在的这种比分 对手的这种心态 其实都起决定性的货 看第二点 王志峰赶上左脚 一球落点就没法保证了 背后拼抢的时候犯规 这时候看看双方要不要再做一些换人调整 有的队员是比较累了 但现在这个比赛 对河北队来说 他可能不会有更大幅度的换人 因为现在对河北队来说 打平就能处现 河北队如果要换的话 像廖伟这种跑动非常勤勉的球员可以考虑 而武汉队就看你攻防怎么要求了 进攻的话有董春雨 中场有李航 黄子昌这些球员也都是可以这时候上一场 这就是来自韩国的主教练金中夫 他以往的时候是带校园足球的 带了很多年 这也是当年韩国的果角 他在31岁退役之后 深耕校园足球有14年的时间 等于是基层转职业 但是球员时代还是比较辉煌的 比较辉煌 然后他就是对青年球员那种了解 对年轻球员那种使用 他是非常大胆的 所以其实河北队 如果真的是要勒紧扩带过日子 你选金中夫这样的教练没问题 他可以把你的这些好苗子 慢慢的培养起来 我甚至觉得金中夫 带一支豪门球队也还是可以 国内的豪门球队也还是不错 其实我刚才有看到 河北队球运发弹幕在感慨 说这当年 三年前那支河北队 如果让金中夫去带 拉维奇 那会进攻组 就那个级别的进攻组带的话 什么感觉 但是金中夫带的话 拉维奇能不能踢得上 要打一个问号 韩国教练讲究这个比赛态度 对 所以你看这个球员能力 可能这个外源都不是大盘 对吧 但是在场上 你看这些球员都是非常符合金中夫的这种战术要求 这边王秋明可能腰眼被顶了一下 刚刚我们看这个比赛的慢动队回放 包括崔林 很多球员在行进当中还是会受到草皮翻飞的一些影响 刚才可能王秋明顶了一下 这个河北队队一 这也是以前前关的队一双印 双大夫 这是我小时候就在报纸上 我这个腿都是他制的 整条腿都是他看的 确实这是老大夫了 经验非常丰富 尤其是其实大夫 这个临场经验也很重要 看这次外源之间的对话 洛贝斯好球 这想法不错 但身体速率 他这个大高个 想做这么灵活的动作 有难度 但你看出他是有想法 有想法 而且距离底线还是太近 王秋明 可能坚持不了了 这边河北队要换人 25号撂尾 刚才说为什么换他 就是这个时候 你要能覆盖的 勤勉的 肯跑动肯复出的 廖伟确实是替不起 数得上的球员 你正好去替王秋明吧 也是一个需要你跑的位置 吹发了犯规 今天这个安德森路佩斯啊 就他前段时间是在磨合 但这个球员底子很好 他本身这赛季在这连赛 12个球 就是12绑第一位 原本他就是奔着金靴去的 但是呢 他个人的话讲 武汉队开车的报价 我无法拒绝 很有诚意 所以到了下阶段的比赛 看看 适应了中超的环境之后 能不能有更好的发挥 这个无论是年龄还是状态来说 确实在亚洲范围内都是不错的一个风险 穿搭 陈宇浩也要抓住现在的比赛时间 因为未来呢 明天呢 商誉的话 他可能出场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多 梁博宇 特别的不为所动 直到这个位置我才开始上枪 他整个 这个深度防守啊 球队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 距离保持的还是不错 所以现在武汉队虽然有控球优势 但是想打透很难 不过这个比赛啊 总是在河北队这个半场转来转去 这也不是好事 对 这个 他挺危险的 金中夫这心里边他老是担心啊 就比方说你给个犯规 这个这一球 对呀 这都是可能会改变比赛的节点啊 而且现在这个距离比赛结束时间越短 这个球员的心里 他其实压力是越大 罗歇尔瓦也得回来 嗯 得回来 现在都得回来 凯利索跑前点 就是找他这个位置 邀屈晨先顶出去 二点球 还是武汉队控制 啊 这种球的话 着急了 对 长传 拼速度 邀屈晨完全没问题 浩俊敏回来了 单对单 这两脚传完 看出来贺北队的想法了 确实是想守住这一分 因为刚才其实 邀屈晨面对浩俊敏 你说能突吗 啊 这个年轻 13岁 我觉得你要突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他非常成熟的把球稳住 对 这个是 呃 就是现在对贺北队来说你要统一 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要统一 是 对吧 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啊 加扎斯 当然有一点就是有更有好机会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该进攻还是要进攻 这是制造了张忽略的犯规 这球判的也没毛病 手部一个格挡动作 翠林 麒麟兄弟 一个在河北 一个在长城亚太踢球 而且都穿21号 都打右后卫 一块进了国奥队 一个一个 塞尔纳斯 他是这赛季中超场均长传第二十多的球员 每场能送七次长传 看这个球会不会给他来操刀 他是 其实在金中复这个体系当中啊 塞尔纳斯他是一个中场的一个领导者 看一个战术 拼速度 当然这下赵宏略阅读了对方的意图 这就是咱们说的阅读比赛能力 对吧 他很强 而且他先把位置 是吧 身体放在你前面 你一碰我追尾啊 是吧 对 你看 很聪明 这个赛季啊 赵明健 赵宏略 确实踢得 非常不错 而且这个赛季应该说中超打到现在阶段呢 边后卫呢 还是让我们觉得有些球员是掌球了的 就是雨雪儿啊 长得有点晚 就早一点长 早一点都没 当然这个可能也跟年龄啊 也跟这个比赛的这个时长 对吧 参加比赛的这种次数有直接关系 但是我们就希望像邀续晨啊 像方浩啊 像这些年轻球员 真的能早一点成熟起来 是的 现在中超呢 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历练的舞台 能不能抓住机会 又是邀续晨 推给他的位置 再回座 我安对这个位置 轻易不能丢球啊 还是丢了 梁达多 很稳健啊 你看这个河北队非常稳健 现在这个阶段 尹洪博他的位置也不是特别靠前了 对吧 帮萨纳斯控制中场节奏 没错 就是他现在要 要回到中场来组织了 这两个双河胶确定要确保 就一个被逼抢之后 另外一个能在边上拿住球 而且他这种两个人的踢法 还是那种能控球类型的球员 好教练 好教练 这是一个好教练 金中夫 能踏下心来做了14年的校园足球 这个没有 没有一点这种毅力的话 或者没有一点追求的话 真是做不到 他是一步一个台阶 校园干了14年 然后K3联赛拿冠军 K2联赛拿冠军 K1联赛 他是西败给崔康熙 当年拿了K联赛的第二 然后来到中国 确实一步一个脚印 非常踏实 而且他对青少年球员 对校园足球的球员 他非常了解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河北队 也有很多年轻球员的 这种快速的成长 对 就是我们刚才上面 上面说了吗 就是美常在 但是发现美的人 他这个上 这足球比赛也是一样 这个空当 场上很多空当 但是发现空当的人 不是特别多 三达斯横向走 所以图会尔 我觉得他带这个切尔西之后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就是每个阵型呢 他都不是比赛胜负 最终的一个胜负手 不同的阵型当中 会发现不同的功能 关键是球员在场上 他个人能力的输出 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赛达到83分钟 两只球队这种体能消耗 其实也非常大 武汉队突然加快了一下 比抢的节奏 后队球稳 慢慢的去转 这个时候 塞尔纳斯的重要性 就体现出来了 能在中路站得住 梁大多也回到如此深的位置来接 胸部一坐 叫梁大多 停得不错 并没有出界 还是河北的球权 另外一场比赛 北京国安四比领先上海生花 也是打到了同一时间 也是84分钟 艾弗拉球摘出来 反击的好机会 这个时候田一农 稍微受点逼抢 徐老说 他能向前出球这块 还是有点欠缺 但是你看河北队 他踢的 在不同的区域 他有不同的战术 刚才这种球 一旦前场丢球之后 他没有马上回去 就地在前场展开这种逼抢 让你很难出球 对 群狼式的围抢 然后切断你向前 交给埃弗拉 跟安德森的传球的线路 他很聪明 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这种战术 看看来了 这下自己再断回来 反断 好球 好你看 梅米舍维奇 着急 说节奏咱们别这么慢 他其实替比赛 斗志非常好 对 他中轴线 我们说河北队中轴线 还是比较有实力的 可以 梅米舍维奇 对吧 然后塞尔纳斯 塞尔纳斯身边 上面上面谈到 辅佐的这个是尹鸿博 还有王秋明 他整个中轴线 还是比较强 尹鸿博受伤的话 这不是好事 他摸的是大腿后侧 那个位置 当然我们说尹鸿博 在最近比赛里面 拼的都很凶 上轮也是关键先生 特别队之所以 把主动权掌握在手里面 就是因为尹鸿博 上轮的直胜进球 这下拉人犯规了 尹鸿博还在坚持 一会儿看看他的跑动情况 他现在比赛到最后时刻了 86分钟 他因为他还要 有国家队的任务 现在就是为了球队 胜者组的席位拼了 武汉队慢慢地往前推 那战火还是在 河北队的后场 突然间 一个向前被断下来 梁亚纳多 那些梁亚纳多的位置 都已经非常靠后了 球队还是很统一 这就是球员在场上 教练员给球队 布置这种战术 球员能够完成 这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球员教练是 我咱们回收防守 中场靠近 但是有些球员能力达不到 或者是他思想不同意的话 有些时候是完成不了 教练交给的任务 对 思想不同意带来的脱节是很可怕 没错 这个就是教练员 你在训练当中 你给球员 看看这边路来了 进去里面给 比较靠近门将 就这种球 金中夫应该心里面咯噔一下 但如果说平时你的训练 非常到位 非常有素的话 那教练员对球员的这种信心 对吧 他会在比赛中直接反应出 这个传球 边路突破还不错 合部队球员倒地了 安德斯洛佩斯 这边盯开风 场地也确实真的是需要 时间再重新养护一下 这段时间 这是要试牌 这是有一个故意替人的动作 对 这脚抬得也够高的 也是真拼 但是洛佩斯来到球队之后 确实让武汉队的进攻 发生很大的变化 如果那几个外员还能在 巴布提斯堂还能在的话 当然拉斐尔也没回来 拉斐尔应该在后面比赛 就有机会回来了 听说是在准备回中国的事宜了 巴布提斯堂已经离队 看这次 这时候不仅河北队的似乎要统一 武汉队到底什么想法 尤其前场队员 也得琢磨一下 现在跟武汉队加油了 还有深花的球迷 当然这个比赛 我们开场的时候也说 永远不要把希望 是吧 或者把这个 不能让别人完全掌控你的命运 对 不能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上 永远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球赢在跑了 但迪仙 自己在吃对抗没有给 还是成功的护下球来 好几米 如果武汉队啊 球员再多一个好几米 就多多一个能控球 能向前有节奏变化 有突破的球员啊 呃可能就会更好 天忆农 球员 其实有些时候球员脚下有能力 但是缺少一些自信 梁达多现在就当一个边前卫在用了 这下倒地应该不会吹 比赛继续 我还对着好机会 那你看现在河北对后防线 很统一 站得很稳 保持得不错 传过来 又是在小进区 霸熊的掌控没问题 三点五十三分钟 至少这个门球能有个三十秒 现在河北对教练席紧张啊 对河北对来说 非常非常不容易 你必须要把这支球队 就是他的一些 呃 一些困难 他的一些这个比赛 包括球队头号球球员 这个前锋马尔康 是啊 也离开了球队 在这种情况下 呃被人在赛季初非常不被看好 一支球队能杀入真罐子 而且在这个小组当中是你这这这 最后战胜一支好抢 对啊 但是从球队这个人员结构来看呢 虽然马尔康里队 但是球队整体上来看啊 他这条中周线还在 就是一个外援的整体的实力还在 那辅佐以这个王秋明啊 像这个胡仁天 以及这个很出色的尹鸿博 再加一些年轻球员 所以这个是跟教练员他的整体的这种 执教思路 以及他在训练当中对球队这种投入 振兴打法的这种研究 真的是分不开 是 最后时刻再换人啊 这是准备把金强换上来 换下梁大多 金强也是一个中后场的球员 就是把商店不是撑过去 杨木宇 那今天这个赛制 我觉得还是挺好 就是让每场比赛 就是你每一个积分都会带到最终 你全年的一个成绩 开个短的 空时间了 那这下球权应该是武汉的啊 赵洪磊很聪明 其实马上说我上来是干这个工作的 我应该边路突破射门 内签射门 这就是球队 在什么阶段 是吧 用什么样的战术 下半场的比赛 我觉得河北队 打的要更加统一 更加聪明 如果打平的话 会力压申花 进入到最终的争贯组的行列 对 那你想想申花是什么投资力度 大脚解围 武汉队最后时刻也在想办法啊 看下停球 还行 唐顺琴一声上响 比赛结束了 武汉队和河北队战成了一比一平 这样的话 恭喜河北队 成功进入到胜者组的比赛 连续两个赛季进入胜者组